回到即场交路之有问必答的环节 今次场外身边的嘉宾 是来自要财证券的事务总监郭诗志先生 郭硕 你好 先看看市况 恒生指数最新升221点 到21,356点 成交额有451亿多 暂时说是偏小 其指方面升204点 低税28点 到21,328点 成交量55,000多张 国企指数最新升143点 到11,369点 再跟进内地股市今日收市的表现 三大指数今日高收 相证组合指数升21点 今日收报2456点 护心300升26点 暴2681点 而深圳城市升126点 收报10427点 三大指数今日的升幅 是介乎0.88%至1.23% 郭先生先跟你去跟进内地股市的表现 收了市 看到他说都不错 看到他的升幅都有0.88%至1.23% 都想问郭先生的意见 后市方面 其实看到最近 内地的市况 都是窄幅上落 都没有什么突破 而今天又做好了 其实 未来说 你是不是继续看回市 看回比较好一点 应该是可以好一点 因为由2132点 升到近日的高位2478点 形态是急了一点 所以高台有少少消化和整固 但其实上证由低位到现在的上升 是渐渐形成一度上升的通道 上升通道的底部 其实到现在为止 都会走得很好 本来这个通道的底部 上升轨是来到这一刻 曾经一度跌穿了 但由于近日来说 走回上去 所以我将上升轨轻轻轻到这一度 换句话来说 保持上升形态 如果用高台的上升通道的顶部 划一条线过来 就形成一个通道 现在股的走势 都会在通道里面持续向上走 目标是多少 就是去年11月7日的2536点 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A股的走势 仍然处于一个高台整固之中 因为你未正式升破2478点 事实上也是处于一个 升后高台的消化形态 但一旦突破2478 其实有两个信号出来 第一 经过一个整固和消化之后 在买盘支持之下 A股又再向上找一个新高 当然之 暂时的目标 仍然是2536点 而更重要是什么呢 就是一旦成功突破2536点 代表在2009年的高位 其实是8月4日的高位 3478点开始的回落 去到今年1月6日的低位 2132点已经结束了 中期而且漫长的所谓中期调整 其实这几年 经济每年的增长是9%以上 但内核股票在政策规范之下持续下跌 简单说 股票的下跌和经济是完全背驰的 现在这一分钟 由低位走上来 只是实际反映过这几年 经济持续保持增长 所以有些人就不问 经济开始放慢 有什么来说股票升 其实经济已经持续增长了三年 每年9% 股份是落后得很紧要 所以一旦突破2536点 进一步一定会等机会上市 去年7月18日的高位2816点 其实不需要看太远 只要指数能够突破2536点 在我个人来说 A股已经是渐渐形成一个小型的上升形态 当然这就不肯定和大家说 是一个新的上升的升浪 暂时不可以肯定 但我自己觉得 只要最坏最差的时间已经过了 A股就不会是逐步下市低位 既然你不会逐步下市低位 只剩下来两个形态 一就是低位持续整固等待变化 第二就是由低位慢慢缓步地升上来 现在看情况应该是后者的机会比较高一点 郭Sir看很多分析就认为 今年A股是会跑赢恒指的 你又怎样看 要不认同 其实机会是很高的 刚才我提到 今年A股的低位是2132点 1月6日 但港股整个由10年高位回落24988点 是在去年10月已经在4日见到16170 即是港股在去年10月4日见底 A股在今年1月6日才见底 我们在10月4日的低位16170 升到12月份已经升到18000多 我们走到2000多点上来 但A股在2132点 是在今年才见底 换句话来说 我们走快了 走慢了 由低位量度上去不用多 A股如果能够在2132点 升上3000多点 即是多少 50% 50% 但你猜港股在18000点 可不可以升50% 去到29000、30000 这个问题 所以今年 A股上升波幅的百分比 比港股为多 这个绝对是不需要争议的 很大机会是这样 但 因为A股的 技术低 2132点 你升1000点 已经升50% 如果港股在基数高 18000、19000 你要升9000点 你才有50% 那当然有个难度 但如果在说两地股市的热潮 我觉得港股就会给它作为好 因为香港除了股份买卖之外 其次他都有的 是固止其货 亦有融资融捐 即是香港做孖战 但我们有很多的牛红症 我们有期权 我们有很多的场外的衍生工具 有无数的对冲活动 在这个上升当中 股市是有穿梭 上上落落 不断的波幅 一月升二月升 三月份暂时来说是跌 如果买到三月份是升的话 就连升三个月 那当然不可能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四十月 每个月都是先低后高持续上升 你越是不肯回的话 即是将来市一旦出现一个中期调整 那个幅度将会更加明显更加厉害 但今个月暂时来说 我们看到的调整只是一个高台的消化 不是一个中期调整 中期调整还未出现 无论如何都好 股市升到多灿烂都好 一定有中期调整一定有回套 港股是会有很大的波幅 变成了香港的市况 在买和卖方面 是比内地更加灵活的 最低限度是上午买 上午也可以沽 下午又做多少转都可以 很可能 在成交金额那边 我们未必能追得到它 因为内地股民实在多 我们香港只有百多万个股民 人家亿几个 你说成交量 在各方面来说 我们很难和他们相提并论 但我自己觉得 香港的市况 因为除了深受A股影响之外 我们还要面对全世界 外围好我们也好 资金流动性强我们也好 所以我自己觉得 两地股市来说 如果单单说 升的百分比 A股可能会优胜我们 但是说一买一买 就是赚钱的机会 的频数 应该是香港优胜的 如果你说看港股 郭先生 看到恒生指数 已经连升了四天 如果说之前低位没有入货 现在才来入货 会不会迟一些 还是你觉得可以再等一等 其实就要看你怎么看 你是要今天买 明天要赚的 你真的迟了 早不买 前不买 你要去到现在这个水平 才买的话 你要冒着一个风险 就是说 虽然现在指数 是回到10天 和20天线之上 进一步向上走的 应该就是 今个月1号的高位 21641 如果能够过得到21641 今个月的形态 将会扭转成为 先低而后高 在那一分钟 进一步上市的 当然是2月20号的高位 21760 就算这样计算上去 和现在来说 都是不外乎400多点 好了 反过来 万一有什么 坏因素突然间涌现 一旦跌穿了 10、20或者250天线 你下面的缺 就会比较多些了 愿意承担这个风险 没问题 如果不愿意的话 官网算数了 好 谢谢郭Sir 我们这一节时间差不多了 待会回来 依然有职场教老子 有问必答的环节 郭Sir 应该会和我们解答问题 有话想问 你可以趁着下一节 立即打电话 给我们 我们的电话热线是 204-6566 又或者可以传电邮给我们 电邮地址是 askfbschannel.com